中国女星李小峰主持过不少节目 同时出演过多部电视剧拥有不小的人气 去年底她甜蜜认爱 杨幂的前夫刘凯薇 两人也不时会在社群平台放闪 日前她担任了时尚活动的红毯主持人 期间看见一旁的Android Baby在整理裙摆 便上前蹲下帮忙一同整理 由于Android Baby是杨幂的闺蜜 这个举动迎来杨幂的粉丝嘲讽她别有用心 根本是在蹭别人的热度 才可以上热搜 与刘凯薇交往后竟然还要抢别人的朋友 算她是个抢人精 甚至亏她知名度不高 要不是杨幂谁会认出她还有刘凯薇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站出来 弟弟小峰说话 认为杨幂都与刘凯薇离婚这么久 而且李小峰又不是小三 完全不需要觉得尴尬 这样以大方的态度面对大众才是最适合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